吴君如真空上阵被梅艳芳扯下背心春光乍蟹 在镜头前直接露点 吴君如做了什么让梅艳芳离世前都不愿原谅他 两人十年交情重交恶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这之间究竟有何恩怨 时间回到1983年 彼时的梅艳芳已经靠一首封的季节 夺得第一届香港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 推出过专辑新债正是在歌坛有了一席之地 当时的吴君如不过刚从TVB议员培训班毕业 和他同级的有曾华倩 蓝杰英 刘嘉玲等美人 姿色频频又没背景的吴君如只能在一些剧组跑龙套 后来有朋友给他提建议要不要试试丑诀 吴君如也算是义军突起另批新路 这才给大家留下一个又一个的经典形象 也被大家称为女版周星驰 梅艳芳和吴君如的第一次相遇 是在拍摄春江花月夜这部电视剧的时候 只不过吴君如出演的是龙套 梅艳芳却是主角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电视剧也是梅艳芳唯一参演过的电视剧 不久后吴君如和朋友在澳门赌场打牌的时候 运气不好输了很多钱 恰好梅艳芳也在赌场 吴君如只能硬着头皮去找梅艳芳借钱 吴君如大大咧咧的性格早就吸引了梅艳芳 两人一来二去就渐渐熟悉起来 成为无话不说的好闺蜜 两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 当时吴君如和梅艳芳只要是牵牵手互相拥抱 港媒就会爆出两人互生情愫 更有甚者称吴君如为了上位 才和梅艳芳走得这么近 消息刚爆出的一段时间内 吴君如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梅艳芳 甚至不想在大众面前承认自己和梅艳芳是朋友关系 两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吴君如也是云无伦次 不敢和梅艳芳走得太近 对于此事梅艳芳从不在意 她只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两人之间的误会 说清楚之后关系又回到了从前 吴君如和梅艳芳真正的交恶已经是千禧年后了 起源是因为一部影片的拍摄《爱君如梦》 2000年导演刘伟强准备拍摄《爱君如梦》 原本定的女主角是吴君如 男主角正是刘德华 在开拍之前 制片方觉得演员阵容不够雄厚 就想着邀请当红女星郑秀文前来就场 但碍于资金不够对方没有答应邀请 这之后导演就想到了 让吴君如和刘德华的朋友梅艳芳前来就场 这部剧就变成了双女主 梅艳芳对于双女主的设定本就不在乎 她能来参演大部分就是因为刘德华和吴君如的关系 拍戏的过程非常愉快 三人相处也很融洽 然而等到成片出来后 梅艳芳发现本是双女主 自己的戏份被解去了很多 原本确定好时自己和刘德华主唱的主题曲 也备好友吴君如接足新登 如此一来尽管是十多年的老友 梅艳芳还是无法忍受来自朋友的背叛 在影片首映里当晚梅艳芳直接提前离场 庆功宴也都没有出席 事后有媒体拍到梅艳芳酒吧买醉的照片 并且坦言自己是被朋友背叛了 所以才会这样买醉 事后在一档现场活动 吴君如站在一旁 梅艳芳直接越过她给张达明帝花篮 丝毫不理会吴君如尴尬的表情 就在大家都以为吴君如和梅艳芳 只是因为抢夺女一号而闹掰的时候 有人爆出两人反目成仇除了背叛 还有另一个心结 那就是刘德华 还因为此事牵扯出黎明的旧文 梅艳芳对刘德华的爱意全港皆知 刘德华满足了梅艳芳对一个合格丈夫的幻想 就连两人的好友谭校长都曾表示 梅艳芳肯定是喜欢刘德华的 坊间有传当年无限五虎将遭到梁朝伟的背叛 导致刘德华直接被公司血藏好几年 为了帮助刘德华东山再起 梅艳芳不惜赌上自己的心徒 跳槽到一家新公司 只为能带刘德华进公司 尽管这件事并未得到当事人的证实 但在刘德华和TVB的合约到期后 他和梅艳芳一起签约到了异能动音 在四大天王正红的时候 梅艳芳还被指 为了维护刘德华叫板黎明 当时的黎明和刘德华 是四人中最火的竞争十分激烈 黎明还因为走音仪式登上了舆论浪尖 全港充斥着对黎明的嘲讽 这是张国荣 谭永林等人 眼看心心要被舆论压垮 主要对后辈的提携 纷纷站出来替黎明说好话 眼看事情就要过去了 梅艳芳站出来指出 黎明歌艺并没有进步 自己都要替她的歌迷担心 不知什么时候会再次走音 此话一出遭到了黎明粉丝的不满 一些无脑粉丝更是给各大报 设递上投诉信 投诉梅艳芳人声攻击 随后梅艳芳也十分激动 对媒体表态 自己作为前辈 如果说话的权利也没有了 那以后凡是提到黎先生 自己就不予评价 这一声黎先生可把黎明吓坏了 最终还是黎明亲自下场 压制粉丝 并且给梅艳芳道歉 这才结束这场护私 另一边的吴俊如 对刘德华的感情 也是全内公开的秘密 他从公开承认 自己从小到大喜欢的 都是张国荣这样的人 直到遇到刘德华 他的想法全变了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吴俊如常认自己很容易 就会爱上大戏的男演员 并且称刘德华就是完美的男人 在拍摄《爱俊如梦》时 吴俊如更是毫不掩饰 自己爱慕刘德华这件事 经常公开是爱刘德华 并且声称和对方拍戏 自己会脸红心跳 曾经在刘德华的演唱会上 两人更是大跳之舞 可不管三人之间的关系 再怎么微妙 刘德华还是牵起了朱立倩的手 一走就是几十年 关于吴俊如和梅艳芳矛盾的故事 也没有结局 因为吴俊如曾多次想和梅艳芳弥补关系 每次打电话说上几句 梅艳芳多会回一句 算了吧都过去了 等到梅艳芳去世 吴俊如也没有等来真正的和解 但看得出来梅艳芳早就放下背叛这件事了 他和刘德华的故事也早就过去了 毕竟他这四十年经历的太多了 哪有什么过不去的 四岁就开始登台演出赚钱养家 经历过生死离别 志勇彼士 几段恋情最终还是孤身一人 真是应了他自己的那一句 除了爱情我拥有了全世界 还记得梅艳芳病重时坚持开演唱会 最后以一首夕阳之歌结束 他说自己嫁给了粉丝 相信到现在很多人看到这一幕 还是会忍不住流泪 是一个歌手但我一个是一个演员 着身衫不是我第一次 不过我一次是属于我自己 这个也得我可能是我一生的遗憾 但是我有你们的爱 我是将这个遗憾又填补了 我将我自己 找给了我 找给了他们 因为的安排就是如此不公 但也很少有人能做到梅艳芳的这种程度 他这四十年辉煌又灿烂 离开的时候能让那么多人流泪 相信梅艳芳看到后也会说 自己的人生没有遗憾了 如今梅艳芳已经离开我们十八年了 但又好像并没有离开 吴君如最终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 曾经的那些人 那些事也都已经随风飘散 如果能重来一次 相信吴君如也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好朋友了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本视频观点根据网络现有信息整理推断而来 仅代表个人看法 若有侵犯任何人 请联系本人删除视频 我是冷小姐 被江湖遗忘的人物 我代你重启他们的一生 请联系本人删除了 请联系本人删除了